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乖乖和孔雀香酥脆也都中标了 用到了是鼎芯的猪油 桃园工厂自主通报 紧急回收下架 鼎芯烈油风暴越滚越大 台中市卫生局又公布 包括卫丹 卫泉和福茂三大食品厂 都用到鼎芯的劣质油品 而这三间大厂在上一次的强冠事件中都榜上有名 那他进的是巧师傅的香猪油 那目前已经没有存量 所以风存量是零 那他所进的有制成五种的肉酱 还有十三种的肉松 卫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他是在沙路区 他进的是精致的猪油 台中市卫生局续茶鼎芯烈油流向 为在台中的卫泉工厂 102年买进鼎芯的巧师傅香猪油 一共37,800公斤 实际使用了32,000多公斤 做成了五种肉酱 13种肉松 都已经吃进消费者的肚子里 而泡面大厂卫丹 也有四个品项使用鼎芯问题油 包括销入相当好的味味面 海鲜口味 以及肉燥口味等 卫丹公司主动通报 这是一种库存的成品 一共10,989箱 半成品包括卤肉汁 肉包一共48.12公斤 全速查封 而且主动下架 不过坦言 真的被鼎芯提出的证明文件给骗了 鼎芯它也有提供很多的 检验合格的证明 从最源头 从它采购的国外的公证 它都不OK 所以这一点 它们是很明显的 而服帽则是委托顶芯代工的香酥油调和油 现场查封了1万多公斤 不过其他的都已经销售完毕 另外上一次强灌事件中招的 五香乖乖和孔雀香酥脆的香鱼口味 这回同样用到顶芯油 只好自主通报 二度紧急回收下架 而食用署也指出 顶芯制油三年来 从越南进口了3216公顿的饲料油 不过都是打着电话下单 从来没有实地勘厂把关 政府将引以今后必须要有出口国的官方品证 进口油品才能够报关 记得林健身赖士杰台中报道 而黑心油的事件也引发全民愤怒 抵制顶芯的行动持续扩大 全台22个县市政府都通领所属的机关学校 抵制顶芯产品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也发起抵制行动 获得40多个会员的响应 而大陆厦门的海关也查扣了大批的顶芯 卫权产品 退货运回台湾 拒绝顶芯 才能开心 顶芯黑心油事件全民愤怒 全台22个县市政府都通领所属机关学校 抵制顶芯产品 成员以北市各大商圈 夜市以及市场为主的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 也发起抵制顶芯产品的行动 获得40多个会员响应 目前我们有42个商圈 43个商圈 我们大家都联合起来来抵制顶芯的黑心油 联合会还设计抵制的图案 向消费者表明 不用顶芯或是味全的油品 让消费者吃的安心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联合做一个同一的东西 然后发到各地上去贴 去公布给大家 然后当其实在一些消费者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会知道说这个商家所有的东西是安全的 由夜市摊商以食物产销履历方式扫描QR Code 来秀出食材来源 让消费者放心 由摊商自炸猪油料理 坚持不用顶芯油品 我们商圈在跟每一个摊商在谈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去问他的 每一家他们用的物料之后 我们统一之后 用大量采购的方式去叫 可以去压低我们的成本 但是也能接触到我们的品质 顶芯黑心油事件引发重怒 抵制顶芯行动不只在台湾持续扩大 大陆的厦门海关 10号也查扣多达256公顿的味泉饮料以及酱油 全部退货运回台湾 记者陈嘉欣 切勤文台北报导 画面上这一位是海岩五号船难 其中一位罹难者许世杰 也是研究计划的领队 有伤者转述在船身倾斜的时候 是许世杰一个人用身体挡住不让学员掉海 在所有的人都逃生之后 自己却因为体力耗尽而溺毙身亡 狂风 豪雨 海象恶劣 在海岩五号船难现场 宛如灾难电影 海巡人员急忙搜救 却还是无法救回许世杰的生命 事发当时 许世杰是一个人用身体来挡住学员 防止他们落改 没想到所有学员都逃生后 他自己却体力耗尽 不幸溺斃 那时候我在领队许世杰老师旁边 然后他就叫我第一个先上去 跳水前一次 许世杰老师就要右手边 许世杰舍己救人 让学员痛失一名好老师 更是台湾海域大气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 新门地区的这种高悬浮威力 其实受到大陆福建沿岸的这些工业污染的影响 其实非常的大 今年47岁的许世杰 是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的研究员 曾经揭开中国工业污染 随风吹到金门 空气中还有高悬浮威力的问题 长年专注于海洋性悬浮威力研究的他 是这一项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 他做研究的话 就是非常的认真 所以他其实 大概只有三年半的时间 就在研究员 因为他的研究表现 就是不管在数量上 是相当的惊人 他品质也非常的好 在同事眼中 许世杰相当热爱研究工作 是个拼命三郎 如今却命丧海洋 因公殉职 再无法发挥他的专长 继续未完的研究计划 记者赞不得 画面上是嘉义县大林镇公所职员 陈美芳 他六岁就罹患了 缝食性关节炎 关节有多处的变形 不过却对于未来 永远抱持美好的期待 这几年 大林镇发展了许多文创计划 负责执笔写文宣的陈美芳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接着我们就带您 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变形的手指 虽然无法长时间打字 但只要灵感一来 陈美芳还是经常 忘却身体的酸痛 要以最流畅优美的文字 书写家乡嘉义大林的故事 其实每天都会痛 关节都在痛 我都会跟自己说 明天可能就会比今天不痛 对 陈美芳六岁就罹患 肋风湿性关节炎 全身关节逐渐变形 最后只能以轮椅代步 连高中联考考上第一志愿 嘉义女中 也因为行动受到限制 无奈休学 不过病痛 限制她的身体 却没有打击她的心灵 她读书学英文 书中天地宽阔 也带来心灵的抚慰 十多年前 陈美芳为了重新站起来 接受治患宽关节的手术 但因为念恶关节萎缩 无法插管 进行全身麻醉 手术的痛楚 让她难忘 那我去夹住在我的骨头 我的关节上 那种撞击的 那强烈的痛楚 那个时候 我忽然就想到 诗经 诗经 公语的句子 那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公语如会 鸡鸣不鸣 文学陪伴她 度过生命的低潮 自修磨练出的文笔 更成为日后自力更生的基础 1998年 她考上工职 32岁成为职场新鲜人 现在在大陵政公所 写文宣 发行电子报 还帮地方 争取到好多文创计划经费 她自己本身又是大陵人 所以她对大陵的热情 她透过文字来表达 其实这个东西是 帮很多阿伯阿公阿嬷 把他们内心的想法 给专述出来 陈美芳写文章 行销地方 也写自己的故事 去年她的自传出版 开始多了作家这个身份 这两年还积极到学校演讲 与年轻人分享生命经验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 然后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要轻易放弃 就算身体疼痛 陈美芳还是时时挂着笑容 她说活着就是幸福 生命不能浪费 记者东方陈显坤 嘉义报道